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在后辈的燕春最新啊 追赶的速度很快 同时这个时候中国梦已经是取得了领先的位置 但是在他身边赛池和神王也是不甘示弱 那么比赛弯道即将结束 比赛还有接近400米的赛程 我们看最终这三匹马能否领先到一直到最后 一号码中国梦 二号码 包括在他身边的是赛池还有燕春最新 这个时候在最内档的赛池已经被对手超越 中国梦在比赛还有300米的时候是率先冲出了包围圈 已经是到200米以内了 中国梦 中国梦的领先优势越来越大比赛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比赛还有不到100米 中国梦最后有机会神王 神王在拼命的追赶 但是前面的差距太大了 最后中国梦是轻松的拿到了今天第三场比赛的冠军